院子里的喵们现在每天日子过得悠哉悠哉的 可舒服了 他们恐怕理解不了 在工厂里有一群小猫是要上班的 所以我果断开车带八条的荼毒到了山东疗城 让他们见识一下打工喵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麦夫迪超级工厂是真的大 占地300亩 走路不行我们只能坐观光车了 荼毒还小 第一次坐这种露天的小车 吓得往手至怀里钻 八条呢是啥事都没有 甚至他还把胳膊搭在扶手上 悠哉悠哉的 感觉啊他就像是来工厂视察的领导似的 到了 这里啊就是300多只打工喵打工搞工作的地方了 先看一下部分打工喵的工作环境 虽然这里是工作区 但是跑步机猫抓板玩具这些该有的都有 然后员工的精神状态呢也都还不错 应该是工作压力不大 这群猫咪啊是试口性小组的 他们的工作内容就一个字 吃 咱们家里的猫能吃到的产品啊 都得经过他们的嘴 要是他们说不好吃 这产品就得回炉重造 看完工作区 我们又来到了打工喵休息的地方 一进门是一个个子不打高的员工过来迎币 他们是轮班制的 A小组工作的时候呢 B小组就在这边休息 休息的时候 会有专业的小姐姐给他们一个一个的称体重 记录生长的情况 还有几个小姐姐给他们梳毛 这员工待遇是真不错呀 你给我脚上摸爪子 不让老板控制工资啊 然后这边沙发上还躺了一只有点像混黑道的庙 它长得像一个晒黑了的八条 你小子说谁黑 猫咪休息区的外面就是狗狗的户外活动区 空间特别大 可惜这会儿狗狗都在屋里休息 不然场面一定很壮观 紧接着八条和荼都就享受了四人抬轿服务 一路来到了生产车间 整个逛下来的感觉就是 这里不仅生产机器先进 生产车间还都特别干净规范 很多地方都是机器自动化的 看完生产线 我们就到会议室准备开会 为后面直播打价格了 荼都这时候还忙着玩 但是八条就很认真 他还跑去检查了一遍桌子上茶水和点心都准备够了没有 但是会一开始 他是倒头就睡 看来不管是打工标还是打工人 都很讨厌开会的环节 开完会了 咱们来也不能白来 得让八条挑挑好吃的带回去 分给院子里的猫们 这也不能吃啊八条 这都放时间长了 咱们就挑整包的 走 万万没想到 我们出去的时候 工厂居然把我们锁在里边了 麦福地不知道怎么走了 让他们继续加班啊八条 你拉这么长的音